全世界每天300万对情侣开始首次约会 全世界男性一生平均有13个性伴侣 全世界47%的男性曾经有过一夜情 而全世界男人第一次平均年龄为16.9岁 可是你,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 幻想无数,不如动次增格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礼物 抛开理论,享受自由,送你一份把妹地图 抛开理论,享受自由,送你一份把妹地图 大家好,我是PoA导师浪迹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聊了聊 关于怎么去街头搭讪的这样的方法 但是很多朋友呢,他说 啊,这个去路上搭讪我一个大男人 还是蛮不好意思的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 根据这样的朋友的情况呢 我们给大家聊一聊 怎么去用这个手机的APP软件去交友 那么我们来到了成都的最繁华的春夕路上 然后随机找了几位妹子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些妹子 他们都在用什么样的聊天软件在认识朋友呢 手机上有什么社交软件来认识新的朋友 微信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有,我一般用微信 微信 还有呢 微博 有微信、QQ 还有微博 其他,还有人人 微信啊 还有微博 目前的话就微博吧 莫莫 莫莫她呢,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功能 你知道什么,干嘛的吗 嗯,这个不好说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知道了 她叫约那个神奇的 哦,听过听过听过 听过 嗯,那有没有尝试使用一下 没有,没有,没想过 因为我随便用的再用 但什么不是很好的一个 不太好听反正 想约 哈哈 我懂,我懂,我听过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太好听 然后我也不玩那个软件 好,刚刚看完我们短片呢 其实发现 现在妹子所使用的这个交友软件 也是零零种种啊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交友的方式 无非就是微信 无非就是一些社交软件 社交网站 一些像默默啊 这样子的约什么的软件 对吧 那么在这个短片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基本上每一个 这个女孩 他们都会使用微信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们的微信应该是怎么去使用呢 可以让你更快速更简单 更直接的把妹子给约出来 那么说到这个微信呢 很多朋友就开始很苦恼了 他说为什么同样使用微信 别人可以很轻松的就把这个妹子约出来呢 为什么我在微信上又摇一摇 又刷附近的人忙来忙去 又天天聊天聊了一两个月 为什么妹子老是不和我出来见面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就是最优秀的方法 那么其实在微信啊 在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使用微信呢 其实并不是需要你一定去聊天 并不是需要你就是要和妹子一直要聊一直聊 然后呢他才会跟你出来 其实呢要记住一点 妹子出来是跟你这个人出来的 而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话他出来的 所以说呢在微信中 这个也是我们科技进步的一个产物 那这个产物就是朋友圈 所以说使用微信的核心 并不在于你在上面跟妹子聊什么天 并不在于你怎么跟他展现自己很幽默 很好玩很风趣 而在于什么你的展示面 就是朋友圈的一个设置 那么很多朋友他朋友圈里面老是加一些什么 励志的啊 比如说男人不得不做的这个实践事情 30岁男人思想又怎么成熟了 妹子不关心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的朋友圈该怎么去建设呢 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朋友圈 朋友圈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广告一样的 你要介绍你的产品 就是你这个人 那么你的朋友圈是应该关于你的人的 关于你的每天去干嘛的 你每天又和哪些朋友在一起 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你的兴趣是什么 这样的话你通过朋友圈的一个立体的展示 妹子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个更清晰更直观的了解 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的话 就会欣然的同意跟你出来这个交往 或者是跟你出来溜达溜达对吧 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微信的一个朋友圈的一个展示 那怎么展示呢 其实无非的就是你的这个吃喝玩乐 然后每天你的工作 每天你去哪些地方啊 你和哪些朋友在一起 这些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展示 那么说到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展示啊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 这个朋友说那我也展示了很多的东西 我每天干嘛干嘛我都有记录下来呢 但是里面有一些小技巧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你在照片中帅不帅 对吧你可能忽略了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照片中的背景有没有高大上之类的 那么更多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建设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PoM Map510 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PoM Map 里面我们有一些详细的文章给大家介绍 怎么去把我们的 就展示面设置的高大上 那么设置好展示面过后呢 就无非就是跟妹子聊一聊 大家互相扯个蛋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过往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 需要和这个 妹子不停的聊不停的聊因为 可能今天你不跟他聊明天 别的跟他聊他就跑掉了 他和别人出去约会了所以说你必须得每天 跟他们聊天你很辛苦 然后妹子呢其实也不是很开心 那么现在有这个朋友圈过后呢其实你不用每天跟他们聊天了 你就需要每天两三天你发一个朋友圈 告诉他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对吧那对你感兴趣的妹子自然会给你 点赞自然会在你的朋友下 朋友圈下面留言 那么你再进行试聊就OK了 那当然的 妹子他也会天天的发朋友圈 你在平时不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评论他一下 朋友圈让他知道我在这里我没有忘记你 其实就OK了 在合适的时候将他约出来 进行一段浪漫的 清理关系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微信呢我们来 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 非常 这个严肃的某 约会网站 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们就不透露了那这个网站 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用这个电脑来更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点进去 点去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浪哥的这个页面已经 出现到了这个这里 那么 大家去注册了这个账号然后呢登录过后也会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左上角有个这个 S1这个 很调皮对吧他上来写的是S1会员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他就是一个 白金会员 的一个 这样子的标识 那么白金会员是 你在这个是一家园上面 玩耍 那么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首先呢你要干嘛 你要去 去收去修改你的资料那怎么去修改你的资料呢 可以去 在这里 这是我看一下比如说我点进去 好 这个个人资料 那么 你需要什么呢需要修改的主要是几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展示面 对吧这个是 是我的一个家园的展示面当然了你是被 钻石会员过后他这里会有一个标识钻石会员 那么我的展示面 照片呢点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对吧 这张就展示自己 哇很帅 对不对 那个墨镜 那下一张呢 也很帅 这个展示面当然和你 网微信上面或者说你某某上面用的展示面其实是一样的 但切记 记住一点 你的四亿家园的展示面尽量是白天的正面形象的正能量的一些照片 因为他是比较严肃的约炮你不能搞得女人抱着或者夜场那种预选的不要来就是就白天的真实的 就跟我的这个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 那么除了这照片重要的过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内心独白我们在这修改这个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浪基哥的内心独白大理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也很简单也不要接地气不要写了什么文周周的也不要写的他妈的 感觉到自己啊很牛逼啊不要去卖弄什么样的就实实在在的写 就真诚靠谱就ok那我怎么写的呢 我说家园平 家里人每次聚会都会讨论我的个人问题 不得已出来碰碰运气 注册也有一阵子的也陆陆续续见了好几个 后面都认为更适合做朋友你看我发了好人卡 看这个家园的这独白有 有这个有有窍门的你看 注册也有这种也陆陆续续见过好几个 意思什么意思我很诚实我见过像两个妹子 但是呢后来我都认为更适合做朋友意思是我发好人卡你们不行 对吧 下面呢看我写的是虽然条件看起来不错 其实我要求并不高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句话其实就是他妈的老子条件好对吧 那么最基础的无非是身材修长外貌大气 高一层的无非是理解信任支持 最完美的在能够有思想 经济独立就更好了 所以就对我对妹子的一个要求你看我一直在筛选在对妹子有要求说明什么说明我是个有标准的人 那么这时候最后一个关键的点说家园平时没有太多时间上 基本还一周一次但是每封信我都会看 更多的我们微信联系吧 意思就是为我的转微信 做下了铺垫 说内心独白这样写的话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我们的 这个就是从详细资料这里 你就一条一条的就 写清楚每个都 要 认真的填写就你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 然后写完过后保存并继续 然后这些都要写保存并继续最后 就会全部给你写完过后呢他有一个资料 完整度 这个会提升你的一个排名 好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那个 资料好那么我们 写好资料过后你就有一个这样子相对完整的 一个 一个页面那但是这里你看到那几个写的是我的则有要求因为 我是不想那些铝鸟是给我发信 所以说你看一下我这里有个身高1米65到1米78意思什么的意思是1米65 以下的 他只是不可以给我发信的 还有是这里是有照片的 他没有照片也不可以给我发信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求有标准的话你们可以尝试的去写一下这样东西 那么 这个东西 写完了过后呢 我们就开始 尽数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东西了首先第1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展示面和你的 类型赌白妹子只会看你这两个东西 要做的高大上一样弄完了过后呢我们就可以 去发信了 怎么去发信的其实这里有一个就是搜索 对吧好那么搜索的时候你看我都已经 有选择了 有要求的话那就选出了你看这么多的妹子对不对 像不像皇帝选飞 这么多妹子看上哪个我这个不错 好点进去 好 一米六七 然后呢 长得也还不错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和妹子写信的再有一个发信因为你是北你是 白金会员你点个发信就行了 你要发现你看那这个的模板是哈喽 对吧那么怎么怎么发信呢就写一个哈喽就可以了 好就完了好你发完信过后呢 他会根据你 选的这个妹子他会匹配出 就是很多跟你选的这种类型相似的 所以说呢 你就在这里面选也是OK的 你看就一就 看这个一看 就可以合适对吧 这个一米六七 这个妹子 是浪哥的菜 对不对 那么你看这个妹子这么漂亮那浪哥要怎么去聊他呢 对不对 很多人说浪哥这么漂亮的妹子你怎么发信很简单 看哈喽 对吧 哈喽 对不对 这个好 然后我们又开始黄帝全飞 对吧那你每天可能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比如说你中午的时候或者是你在 你在那个公司上网 你是 it 人士你在公司上网 每天都是跟电脑 谈朋友跟电脑打交道 那么 花半小时的时间 他妈的玩玩家人在上面选选飞 非常靠谱 好那么你选了很多飞过后呢 当然了根据你的展示面你就会有回应 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妹子就会给你写信了 那么妹子给你写信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回应他呢 我们举个例子哈 啊就比如说哈我过了两三天 哦你看到哇 这有 这个 一个看这个很重要一个是收件箱一个是谁看过我 好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收件箱好你看 之前就是我们有发体有发发信然后呢 这些 妹子他就会回信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免费看信 再点一下这个免费看信 他些鸭蛋脸型和鹅蛋脸型有什么区别 那么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他妈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他妈的回这个信的很简单 我说家园 不常 上微信 好 点出回复就行了 好那么你看大家看看到我的手机上面 有一个这个是一家园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很好用的 你们用这个APP下是一家园这样一个网 那么这个东西咱怎么运用呢你在 电脑上设置好 这样子的资料过后呢你就用手机 来聊天就行了你看这有个信息 好这个 刚刚那个 这个吊丝你看长什么样 长到这样子 我说 那我们还是不搭理他了 知道吧 比如说这个例子 他把他的微信发来了 那么 在这里的话 好他他就他就会会有他的微信比如说 妹子会 加我 对吧 比如说他会加一个这个 请求天下朋友对吧 然后你就通过他就行了 发个笑脸 对吧然后在干嘛 外面吃饭 一样 他问你在哪 好 然后呢 就聊了下吃的 然后呢 我们就 就 约了一下 吃火锅的事情 然后呢 我就说 约你喝酒的 下次吧 然后今天我就说唱歌 他说哪 我就发给他 他说晚点过来 我又发了什么呢 你电话 多少 对吧 那么他把他的电话 发给我了过后 他把他的电话发给我过后我就可以 进行邀约 既然是严肃的约会网站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在约会的时候 能够设计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你不要一来就 把他们约到什么夜场啊 约到什么KTV去就要 就要去干嘛干嘛对吧 那既然是他严肃的约会网站 我的建议是你在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 首先是时间是选择在白天 那约会的地点呢是选择一些 就比较 轻松的 比如说甜品店啊 比较比如说一些 像你们城市 比如说像成都的宽窄巷子啊 景里啊 这些地方可以去散散步 坐一坐 然后呢进一步的了解过后呢 在第2次的约会中 再把他们转移到一些 容易身高关系的场所 比如说 KTV啊这些地方 那么说完了这个严肃的某 婚恋网站过后呢我们最后 来说一下大家喜闻乐见的最 迫不及待想要了解的就是关于 这个某约什么神器的 一些具体的玩法 那么我拿我的这个 某约这个 神器的这个 看一看你看一下我现在有 4200个粉丝 对吧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玩这个 软件的人还蛮多的 那 更多的有一些就是 这个细节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PoMap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我这里就不多讲 但是呢我这里讲一个 一些核心的东西首先呢就是 这个玩这个 约什么的神器的重点的重点 不是说 你开场 讲什么话 也不是说哎我要 怎么去展示自己我要在这个 聊天中我要 在哪里吹嘘自己不是 就是靠你的八张这个展示面八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八张照片 对吧每一张照片呢你要学会什么讲一个故事 让你 这八张照片呢就可以体现出你的精彩的生活 所以说这个还是某约 那啥的软件的核心就是这个八张照片而不是你说什么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 软件中你怎么和 妹子聊天呢你怎么去认识他们呢 很多朋友很苦恼于什么 很苦恼于 哎我一来给妹子说什么或者说妹子他关心什么 其实妹子说实话 他也不关心你说什么他关心 你是谁 明白吧 就说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这个事情 所以说当你 展示面OK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 但是呢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要 了解一下 首先呢是如何去打招呼 很多朋友他为这个打招呼他 绞尽脑汁想半天这种开场白 其实 是没有用的打招呼就一个笑脸就可以了为什么呢 因为打了个笑脸过后妹子会去看谁在跟我 说话他会去看你的展示面 他对你的这八张照片满意了自然就会回你信息 那么对你不满意那也没有办法 对吧那关于聊天的时候呢 你聊什么呢很多朋友他喜欢问什么 为什么爱你在干嘛你是 做什么的你多大了 之类的这种很无聊的东西 那么你要聊天的时候你要学会什么 学会分享一些 你的生活 比如说吃喝玩乐 比如说天 就是天气呀 对吧地理呀 这类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蛮OK的 尽量的去多用成数据和妹子聊天 不要去问别人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个 那我怎么去邀约呢 无非就是有两个办法 第1个呢就是要电话号码 你说那我们出来 溜达溜达 对吧我们 默默就是 认识朋友的嘛 对吧你在默默上聊这么多干嘛 这是第1种 第2种呢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 用默默聊天的话 还是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你可以把它再转到你的微信里面 微信里面有你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 有你的朋友圈 那你是一个 生活很立体 很开心 很快乐 很精彩的一个人 用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 让妹子出来 跟你约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约 那啥的这个 软件 那么 具体的 一些更多的 这个 经验和更多的一些这种 方法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工作号 PUAMAP 510 一篇文章是专门讲 用默默怎么约纳啥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把妹地图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在下期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更多的 关于把妹的一些小技巧 和小方法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